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 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 谁也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但是从总共104亿的财务症状公开报表上 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些 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 公布这些财务公开报表 不过一个显为人知的法律漏洞 使当选总统可以到2018年 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报表 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表 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 我们对实际情况确实并不掌握 川普的商业利益范围 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 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 这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 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 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 格罗斯就这样认为 修建这些大楼它可能需要許可 或所谓的地益权 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的纠葛问题了 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 但是方法并不清楚 以下是川普集团发给美国之音的材料 我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管理架构 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 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 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 转交给小塔纳德·川普 伊万卡·川普 以及埃里克·川普 这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 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 将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 塔纳德·川普发推说 他和他的孩子12月15日将公布有关计划 使他与业务经营完全脱钩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 此举并非彻底 假如我是一个道德操守楷模 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 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 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 川普的财务公开报表显示 过去两年来 他在阿塞拜疆拥有与巴库酒店相关的 280万美元的收入 这家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 川普的女儿伊万卡 公布了他视察这栋建筑的照片 但是这家饭店的拥有人 是阿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 因贿赂和腐败 自由之家对阿塞拜疆 在政治权利方面评分最低 美利金大学的色博说 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 和腐败国家做生意 有时你会深陷其中 川普集团还表示 计划在中国新建30家酒店 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 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 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 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质疑 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 还是总统川普 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 我们必须保证达成的任何交易 贸易协议对外政策 以及我们决定在国际上 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无懈可击 我怎能不喜欢中国呢 他们付了我很多钱 美国宪法规定 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 本卡丁说 假如川普不与其资产完全脱离 就会违反宪法的上述规定 你将永远不能让公众彻底信服 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 这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 首次入主白宫 虽然可能面临挑战 不过也有人认为 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 会对国家有益 美国新记者布里斯蒂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